今晚我想留宿 过分吧 虽然我家邮箱密码 跟大门的密码是一样的 但是你是不是按着我 太顺了一点 孝子 我这边卡顿一下 已经来不及了 你的信件 为什么会在我家邮箱里啊 少玩游戏 多吃电粉 什么意思 大脑思考需要逃分 好 这是你寄给我的信 我想起来了 你在第九封信里说 有一封信可能年轻收不到 关于御图号的 静静 你猜 我写这封信时 在想什么 什么 这封信写得有点深奥 我那时边写边想 等你收到这封信时 我是不是已经可以读给你听 帮你打一解祸了 要听吗 今天能否感应 这满天星辰都证明 我想找回 想找回是你 那首在梦的起点 为我刻下的记忆 是你的勇气 让我想要珍惜 让我想要珍惜 你都把我念困了 那就早点睡 明天还要赶飞机 你不用收拾箱子了 我早上已经让小猪收拾好了 下午不用过来 你快走吧 一会儿地铁没了 今晚我住在这儿 水沙发 静静 以后我会很主动 可是我对主动不太有经验 如果过分了 记得提醒我 你不太有经验 今晚我想留宿 过分吧 明天早上你八点的飞机 我要送你去机场 难道要我 四点从家里赶过来 你明天要送我呀 你对男朋友的要求这么低啊 休假 也不用送女朋友去机场 我过分 我过分的 你这样 我很喜欢 她现在这副表情就是 台风级的吹风德鱼 台风级 那她有点面谈 棉花 你好 好花 你真的是小青青 惊不惊喜 一不意外 你现在跟语图在一起 她开车呢 不方便跟你说话 我现在冷静冷静了 我这手机刚才掉在茶杯里了 如果一会儿突然间又是掉线了 你别觉得奇怪啊 我刚捞出来把她擦干 我现在是冒着手机被烧掉的风险 再跟她弄出来 那你要不要先关机亮一下呀 咱们抓紧时间 你把摄影头对着她 我看着她现在 是不是一脸纯心荡漾 好像没什么变化 有 你没跟她同屈过 她现在这副表情就是 台风级的吹风德鱼 台风级 那她有点面谈 行行行 不看她 走 你们俩真是高中的 你别奇怪我这么惊讶啊 实在是语图平时你表现 她平时怎么样啊 平时啊 平时在大街上看见你那广告牌 脸都不带她一下的 真的 真的 还有之前有阵的那个游戏 不是做活动吗 你不是游戏代言人 送玩家名文吗 那广告窗口多漂亮了 我都得多看机 但她呢 从来都是点完名文之后 直接关页面 表情一点变化都没有 那手速可快了 我就坐旁边看着呢 小亮 还有 之前她帮你去修那个净化器 回来之后我问她 那姑娘长得怎么样啊 她说大街上随着 随处可见 这话让我记忆特别深刻 你别听她胡说 我的意思是 大街上到处都是你的广告 所以随处可见了 你太好证明了 我每次录过你广告的时候 我都看了 不然我怎么知道 大街上随处可见呢 好 是吧 你又不要脸 又不要脸 你不要脸 你不要脸 现在活着比较重要 你看 骚不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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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反应和求生欲 打那么多年光棍 还真是浪费了 诶 苗 苗 你们为什么等我离开上海之后才谈呢 我想去现场看个热闹都不行啊 你问她呀 我走之前于途有一阵子也是消人的 看来你把她折腾不清啊 怎么能消沉法 你手机什么信号的啊 哲亮 干嘛你要换手机啊 你要是再聊几分钟还没短路 我就考虑 行行行 我给你面子啊 棉花 我还是这么叫你吧 你加我微信 我给你详细爆料 好 我一会儿拿她的微信 把我的名片推给你 现在这微信用得都这么随便了 尼图 你还有没有点底线呢 棉花你加我啊 你加我 咱俩回头聊 好 李姐 春节快乐 余老师 怎么是你啊 你现在样子和我早上开门 看见余老师的样子差不多 早上 开门 好的 我马上准备公关于爱 余老师 从现在开始 请你把口罩戴上 以后 这个就是你的出行必备 那你一会儿还有回疑信吗 对啊 今年春节 我可以休息到大年初期 我回去 再让我妈批判几天吧